美国西部时间11月5日 第17届中美电影节开幕式 即金天石奖颁奖典礼 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隆重登场 演员刘烨凭借电影首导人 夺得中美电影年度最佳男主角 吴君如凭借妈妈的神奇小子 获得年度最佳女主角 演员于和伟和宋佳 荣获中美电视节年度最佳男女主角的殊荣 张艺谋指导的电影《悬崖之上》 和刘伟强指导的电影《中国医生》 分别入选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电影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在这边 举办第17届中美电影节 中美电视节金天石奖的颁奖典礼 这是疫情两年来 我们第一次回归舞台 我们真的是非常荣幸 有中美的电影人 今天晚上欢聚一堂 用影视作品 用光影的魅力 来搭建中美之间 人民友好和影视交流 以及人文交流的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 大家能够通过网上和通过线下 能够收看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优秀的影视作品 让我们共同来享受11月 属于我们大家影视盛宴的一个中美电视节和中美电影节之月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国会议员金应玉 美国洛杉矶郡长凯瑟琳巴格 都为今天石奖颁奖典礼 发来祝贺视频 出席颁奖典礼的嘉宾还有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平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不平凡的这种旅程 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那么影响也越来越大 所以也得到了两国业界的这种认同 我觉得双方都有加强合作的这种意愿 那么也希望借助中美电影节和电视节这个平台 能够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合作和交流 接下来以后 我们也可以早演后疫情时代 这个两国电影产业的这种发展 然后进一步推动中美的电影合作和交流 电影电视节期间 还将联合举办三场中美影视合作高峰论坛 百家中美影视公司 入驻影视云市场 在线上洽谈业务合作 中美官方媒体将以合作伙伴的方式 宣传报道本次活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